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 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碍 一边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一边又空谈所谓两岸沟通对话 维护和平无非是为了掩饰台独本性与危害 骗取选票